好啊 第一个短片来看第二个短片 我之前有个四段感情经历 两段都是属鸡的 所以我发誓一定不找属鸡的 我觉得属鸡的都有性格问题 虽然我不相信巴斯的属相 但是我真的跟属鸡的不合 这回说好了 你们谁都别给我介绍属鸡的对象 就是不处 关于这次来全城热恋找对象呢 我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 经过调研 以下的姑娘不能选 16号威尔吧 不行 太张扬了 我跟你说哭也没用 你说除了张扬你还有啥优点 你跟我说说吧 郭梅志 不行 我看你也挺张扬的 说话耿旧旧的语出惊人 整不了 三水也行 一看就挺能挣钱的 但是这个口红我是真受不了 一看就像电视剧里的反面角色 特别恶毒的那样 脾气得老爆了 我就问你敢不敢整个普通点的颜色 我就想问问燕子姐老汪哥 你们是咋整的呀 咱们台上这几个啥时候呢整出去啊 咱全城热恋能不能换换人了 我跟你们讲啊 这可不是你汪哥燕子姐 我们想换你们啊 这是民意打算换掉一批啊 有一部分观众看来有点看腻了 对对对 审美有点疲劳 对啊 这是你 你是作为代表提议的是吗 打算换一批啊 我们从这边打算开始换啊 那个我先来吧 你说你太矫情了你啊 还得自己整个碗整块听头呢 今天辈子哈了哈了 你这俩人出去玩 你去哈了吧 反正我们也找不着 你反正你也找不着 我今儿我就张扬了 咋的 刚才的时候我看你拿了什么小碗订光 我就没跟你跟前 给你跟前 我直接嘎给你打碎 我让你待一天丢了杠子的 陷着一次打碎一次 小伙儿 你一个短片你说我啥的 我忘了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漂亮 这个不用你说这都知道 你说我啥说话什么的 什么哏哟哟什么玩意 说你感恩 这个还哏吗 我都不齐了咔嚓了 还说我哏 那个你说你漂亮的这事都知道 这个事 这个事是都知道吗 都知道啊 你咋你说你漂亮的这个事 网上的网上 对 我小小的这事生气 我不说我漂亮吗 我本来就漂亮 完了之后那个看姐妹 底下那个评论啥的 就说 10号不要脸 磕善 太不要脸了 怎么好意思说你自己漂亮的 下去吧 就这么说 妈给我气的 都不行不行的了 完了我妈的旁边一看 哎妈给我给我气这样 我妈整个号 我妈去给你对骂去 你妈都在底下咋留言的 我妈就说 我妈就说呀 10号漂亮啊 我妈就夸我呀 反正小号谁也不认人谁 我妈就夸我 然后呢 然后她就整个人家什么亲亲的 烂走的都上去评论去 这都说啥呀 都说 都说我漂亮 那个小天啊 你家人都咋评价10号的 对 说的漂亮 挺好的直爽的 快人快语的挺好的 我喜欢的耿舟机无人 其实我觉得小伙刚才提的这些 他说坏人其实就是细说 开玩笑啊 其实也是给他们提提建议 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大家不要那么去理解 为什么三号停去灭灯了 我才想 我才看到啊 为什么灭灯了 对 我是因为有两点 一就是她去我家 假设我们两个真相处了 就是她去我家 她也要带着碗筷 就是我妈妈是一个特别 注重这些细节问题的人 然后我妈妈只能不能接受 第二点就是她不着书机的 然后我书机 小伙我想问你 为什么不着书机的呀 因为吧我同学呀 或者是我前女友 或者是我父亲 都是属机的 跟他们的接触呢 也不是特别的融洽 她跟她妈俩吧 能捞一颗读书去 跟我俩交流 就交流不到一起去 因为我脾气不算太好 而且我觉得属机的 个别的呢 性格上有一定的缺陷 那玩意嘛 属性什么叫犯性不犯性 那玩意嘛 也不在这玩意 我属机我没有缺陷啊 我性格挺动啥的 就是贼暖 贼回来的时候 说那个 水啊 你得去了 几点走啊 然后就是 我说几点走都行 她说那咱俩一起走 我去接你顺道 我说行 我就行 在那车上等我吧 都寄我家门口来了 就在我家楼下等我 都在单元门了 完了给我拿着包 放在那儿 哎呀 可暖了 我要吃啥的时候 咱们在适当吃饭的时候 我说我喜欢吃啥 没了都去给我承计 最好最暖 哦 清疼挺好的 这头也够用 好遗憾呢